就在这时 这件洞口身形闪动中 一些修正者已是遇见到来 峨眉掌门陈寅丽 见过王道友 蓬莱公主刘婷婷见过王道友 东海公主曹元元 见过王道友 进来的是三个美女 竟然都是恋气十层之人 王小飞知道 自从各派掌门在海底 被传送离去之后 他们的门派之中 出现了亲王不接的情况 这几个应该是 门派中比较有实力的人了 他们能够接班成为公主 掌门之人 也代表了他们的能力 见过各位 王小飞也失一礼 我们正好在一起 得到了这里的消息就赶了过来 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刘婷婷就问了一句 王小飞道 现在还不知道情况 我也是得知这里 有着太多的怨魂才赶过来的 没想到 楚家竟然有那么多的怨魂 是得好好地查一下了 说话间又是几道身形闪动 又有几个人进来了 见过各位道友 在下王雨仙 黄山掌门 曹雨晨 泰山掌门 何云天 天山掌门 富国军 田地会主 竟然都是各派新任的掌门到来 王小飞也不敢怠慢 一个个地失礼见过 一眼看去时 王小飞发现他们都是炼器十层的修为 看到这里 王小飞就感叹不已 现在的华夏修正界真的是青黄不接了 炼器十层的人如果放在以前是不可能当上掌门的 现在他们应该也是门派中的高手了 王道友 我们还是先查探一下这楚家之事吧 以我观察 楚家有那么多的怨魂 估计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 富国军的神情凝重 王小飞微微点头道 我也感觉到这里肯定有事 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管如何 操纵那么多的怨魂 这事本身就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曹雨晨沉声道 我建议对楚魂军进行搜魂 看看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王小飞就微微点头道 行 这事就麻烦你们了 本来王小飞也是可以做搜魂的事情 王小飞确实并不想自己去做 干脆就交给了他们 就由草长们来做这事吧 大家的目光都投到了曹雨晨的身上 王小飞一看也是明了 这曹雨晨的修为已经炼气十层巅峰 也是快到十一层了 是这些人中修为最高的 微微点了点头 曹雨晨走过去就把手按在了楚红军的顶门 随着搜魂的进行 曹雨晨脸色一变 怎么了 陈盈利不解道 该死 曹雨晨的脸上露出了强烈的杀鸡 我来看看 刘婷婷忍不住就把手按在了另一个楚家长老的顶门 几个掌门都分别拉了一个楚家的长老来搜魂 这一搜之下 曹圆圆一掌就把其中的一个楚家的长老拍死了 怒声道 太可恶了 该上 几个掌门这时全都怒了 一掌一个就把楚家的人都拍死了 什么情况 王小飞也没想到他们会那么的震怒 网友们都是看着这时的情况的 一眼看到这些掌门把楚家的人都拍死了 大家也都是一阵恶然 我靠 杀人了 一个ID叫做微醉的人 仿佛一下子惊醒似的发出惊吓的表情 更多的人不解地问了起来 王大师 到底什么情况 怎么杀了楚家的人了 一个叫做阿窝米的网友很不高兴地问了一句 更是说道 我们是讲法治的社会 怎么能胡乱杀人 更有一个叫做黎商的人 在那里大讲了一阵法治建设的话 这时 刘婷婷等人对着王小飞道 王道友 这楚家人太可恶了 他们把年轻的男女 特别是精气神很足的男女 捉到了这里 一刀刀的切割 直到把他们的怨气培养出来 才投入到炼炉之中进行锻炼 更是加入同样弄出怨气的修正者的尸体 用这样的方式 把他们的本源精气提炼 从而制造出还原弹 什么啊 网友们这时都炸了 那些修正者们就更加地吃惊了 走 我们去他们的炼弹场看看 副国军率先就大步走去 大家也都随着他们走了进去 走了一段路时 大家就看到一个很大的围墙在这里 随着大家的走入 一眼看去的景象 就连王小飞这见惯了生死的人 也都在不停地叹气 太惨了 一眼看去 王小飞他们看到的就是 那一个个的柱子 每一个柱子上都有着一个人吊在上面 然后就是一种专门设置的小刀 在一刀刀地切割着他们的身体 各种的嚎叫声充斥于这片天地 再看那场地之上是 一个个的丹炉放置在那里 血水向着丹炉里面流了进去 网友们 何曾见到过这样的惨像 整个就是人间地狱了 该杀 那个大讲了半天法治建设的 骊伤网友 这时却满口爆粗话 大骂了起来 更是大有不杀了楚家之人 不足以谢天下的意思 曹与晨这时沉声道 他们楚家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弄到了还原丹 用一百名凡俗之人的怨魂与一个修真者的怨魂进行炼制 这样炼制之下能够炼制成功以理还原丹 真不知道他们杀了多少人了 一些曾经得到了还原丹的门派之人 这时都沉默了 谁也没有想到还原丹 竟然是这样得到的 杀绝 王小飞沉声说了一句 对于这样的一个家族 那就真的没有必要再让他们存在了 把楚家的各种裤葬搜了一遍之后 王小飞的手中就有着几个玉剪 还有着一些楚家得到的邪恶功法 当着这些掌门和网友 王小飞沉声道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楚家的邪恶 他们这样的功法是绝对不能够传出去的 各位掌门就算是搜到了楚家的那种还原丹的炼制方法 也请不要炼制 否则修真剑必将群起而攻之 曹玉晨认真道 我在这里启示 如果炼制或者传出还原丹的内容 填必发制 一个个掌门都起了道士 王小飞微微点头道 那好 这些邪恶的东西也没必要再让他们存在 说话间 大家就见王小飞一道真火喷出 然后就见那些玉剪之类的东西完全被焚毁了 做完这事 王小飞向着大家看了看到 这里的人已是无救 你们看着办吧 我就不再参与了 说话间 王小飞向着洞天之外走去 楚家还是有着大量的宝物 他们通过还原丹交换得到的资源太多了 王小飞并没有拿走任何的东西 他相信现在各门派更需要这些资源 看着王小飞离去 掌门们都失了一理 他们也心中明白 王小飞是把这么多的资源送给了他们 对于王小飞 大家的心中都生起了敬意 从楚家出来 王小飞也感觉到气闷不已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楚家会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 楚家经营还原丹的时间不短了 如果认真算起来 这杀死的人真的是多的 让人数不清楚啊 直播已经关闭 王小飞找了一个地方坐下 对于发生的事情真是感叹起来 这人命在一些修真家族的眼里面 真是像野草一样 就在这时 杨幂的电话也打来了 杨幂在电话中道 王道友 楚家的事情你做得好 没想到楚家竟然是这样一个家族 上级对这事是震怒了 已经批示对楚家进行打击 绝不容许这样的家族存在 嗯 楚家发展了这么多年 做的坏事不少 是得打击一下了 也希望国家借着这事 打击一下拐卖人口什么的犯罪行为吧 你放心 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国家的一件大事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依法治国是好事 在定罪之上 一些小事如果得不到严惩 那就会发展成为大事 小偷小默的行为虽然是小事 如果我们量刑量的重一些 就能够从源头上杜绝这些犯罪的行为 那坑蒙拐骗的行为 如果也进行重罪处理 同样也是能够杜绝的 我感觉我们国家在量刑的问题上 没有解决好轻重问题 这方面建议你把我的要求说一下 杨幂现在是真的不敢小视 王小飞的意见 忙道 请放心 我会把你的建议报告上去 嗯 只要是敢做坏事 就应该有承受 做坏事后果的准备 多杀些人也没坏处 杨幂明显感受到了 王小飞说话间的杀气 想到了楚家的事情时 他心中明白 是楚家的事情 激发了王小飞的杀气 说了一些闲话 王小飞道 你有什么事情 王道友 还是那生化人的事情 国家对于这事非常重视 打算向全民公布这事 就是不知道 你那里准备好了没有啊 王小飞这时 也按赞领导核心的魄力 向全民公布生化人发展方向 这可不是一般的人 能够做得出来的 王小飞路